随着本地社区冠病病例持续增加 互联中心呼吁所有60岁以上 尤其是还没有接种疫苗的年长者 在接下来一个月尽量留在家中 以降低感染的风险 而卫生部较早前答复本台询问时也指出 本地提供急症治疗的公共医院 两周内有130名员工和病人感染冠病 公共医院大约15%的床位 目前用来收治冠病患者 卫生部说从这个月9号算起的两周 本地提供急症治疗的公共医院 共有130名员工和病人感染冠病 这就导致6家公共医院的7个病房关闭 以及他们的职员被隔离 让院方的病床分布和职员部署承担压力 卫生部说医院已经将其他部门的职员交叉部署 以减少对医院人力资源的影响